机长不会开飞机怎么办 别慌有副驾 那如果副驾也不会呢 这架飞机刚刚升空 突然着火返航 拖着巨大的火蛇 一路划过机场 大批救援车辆整装待发 准备救援 结果飞机咻地一下从眼前飞过 一点停的意思都没有 几十辆救援车追着飞机一路狂奔 三名精明的机组人员不仅不刹车 还阻止乘客疏散 最后飞机便烤箱 301人考证浇探 这就是航空史上第三惨重的单机空难 沙特阿拉伯航空163号班机事故 1980年8月19号下午1点32分 沙特163号班机从巴基斯坦卡拉奇处罚 惊停沙特阿拉伯首都利亚德 飞往麦加吉达 这是一架隶属于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的定期航班 型号是洛克希德L1011-200三星式客机 配备了自动着陆和自动下降控制系统 1979年7月首飞 一个多月后就交付给了阿拉伯航空公司 性能优良 机龄仅有一年 可以说是十分年轻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 下午4点06 163号航班顺利抵达利亚德机场进行加油 重新登机检查后 本次航班共搭载了三名机组成员 11名乘务组成员和287名乘客 其中大多数都是前往卖家朝圣的信徒 傍晚6.08飞机再次起飞 前往最终目的地吉达国际机场 起飞升空一切顺利 但不久飞机便出现了问题 有工作人员发现飞机下层货舱出现烟雾 一部分客舱后部乘客 已经感到呼吸困难 反复确认飞机出现着火点后 机长连接了地面塔台 请求返航紧急降落 一番操作 飞机平稳落地 安全着陆 消防车救援队一运而上准备进行灭火 不料接下来让人匪夷走私的一幕出现了 飞机成功降落后没有杀停 而是让其一直在轨道上慢慢滑行 救援队紧随其后追了近三分钟 好不容易追上了 结果舱门没有打开 引擎也没熄火 又等了三分钟 引擎才停止轰鸣 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冲了上去 结果打不开厚重的舱门 只能从后方调配大型工具来支援 就这样又过了23分钟 等舱门终于打开时 整架飞机已经变成了一个烤箱 301人全部遇难 正常来说 降落后机组会优先疏散乘客 机组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飞机又为何起火 带着疑问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以及飞机制造商洛克希德 派出调查员前往沙特 将飞机残骸里里外外检查了个遍 结果并未发现飞机上有炸弹 导弹的痕迹 线路也一切正常 初步排除恐怖袭击和线路短路 调查员继续研究 发现163号班机的起火点 在后部的C3货舱 一般会装载一些宠物 氧气充足空间极大 除此之外 他们还在飞机上找到了一盒火柴盒 两个烧水的丁碗炉 由此专家推测 着火原因极有可能是行李自燃 外加货舱设计不合理 导致火灾蔓延 起火原因找到了 但按理说 这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事故 机组完全有充足的时间来疏散乘客 他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随后调查员查了机组三人的履历 不查不知道 一查一个不知声 沙特163号航班机组人员共三人 飞行工程师42岁 为波兰裔美国人 患有阅读障碍症 看个说明书都费劲 1974年加入沙特阿拉伯航空 曾是预备机长 但在一次飞行中出现了严重失误 被吊销了飞行执照 后因机长和副驾训练不合格 被公司开除 他自掏腰包进行了工程师训练 这才被航空公司录取 副驾26岁 也是个问题少年 学习期间多门功课不及格 曾被航校开除 因出身显赫 被获准在没有学籍的情况下 继续学习 最终取得了飞行资质 机长38岁 算是矮子里挑将军 也没好到哪去 资质平庸 学习缓慢 反应速度慢 而且优柔寡断 但架不住人家也有个好家事 得 众人归位 各有各的精彩 一个卧龙搭配俩凤厨 三个吊车尾急急了 可以说 这三个关系户的能力都极其低下 随便挑出来一个都无法挑大梁 更别说把这仨放一个驾驶舱里了 不久 黑匣子录音数据恢复 根据驾驶舱录音 专家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下午6点15 飞机起飞近7分钟 163号航班正在爬升 突然 驾驶舱收到两个烟雾报警 巧了吗不是 工程师患有阅读障碍 捧着检查单看老半天 愣是没看出个所以然 就在这时 烟雾警报突然停止了 留下三人一脸懵逼 检查单上没写 要不继续飞 距离首次报警 响起已过去五分半钟 机长终于决定返航 但并未报告紧急情况 一整个好像自己不在飞机上一样 毫不在意十分淡定 副驾一脸茫然 壮志胆地询问 1980年 机长好比上帝 权威至上 目中无人 做决定 从来不跟机组 其他人员商量 这个机长就是典型代表 乘务长整整问了他 七遍 要不要疏散 他愣是一次没回答 反而让飞行工程师 再次检查 这次他得到了不同的回答 经过这几分钟的耽误 飞机上的火势越来越大 机舱内不仅弥漫了大量浓烟 还出现了明火 乘务员试图用灭火器控制 结果是杯水车薪 躺壁当车 大火把地板烧得通红 热浪逼人 一时间机舱内陷入一片混乱 有人大哭 有人撑到飞机前段 拼命拉扯了大门 很快 飞机平稳落地 这时机长又做了一个 震惊所有人的决定 我的血压直窜 真怀疑这火是他放的 随后 163号航班安全降落 但由于火势太大 驾驶舱录音仪的电路被烧坏 没有人知道后面机组 为什么没有停车进行疏散 而是慢慢悠悠地 在跑道上滑行了两分四十秒 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直至最后 飞机变烤箱 客舱顶部被全部烧穿 横击数八的尸体面部猙獰 惨不忍毒 人家神机组逆风翻盘 他们撒到好 把活局活活作死 简直是高手中的高手 事后 乘客家手将飞机制造商 沙特阿拉伯航空告上了法庭 不久又追加了给沙特航空机组 提供培训的美国环球航空 刚开始大家态度还不错 积极道歉认错 但然后就没然后了 之后 洛克希德公司对所有飞机进行了改造 移除了飞机货舱后端的隔离室 并用纤维化强化了结构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意识到了灭火的重要性 要求世界各大航空公司 以先进的海龙灭火器 取代传统的手动灭火器 而这架163号航班 燃烧剩余的残骸 公司未做处理 直接将其停在了机场的柏油路上 警示后人 直到1990年 如果逆天机组好好训练 或者在烟雾报警时 想起立即返航 精准降落后 马上沙亭打开舱门进行疏散 结局有可能改邪 可惜没有路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